大家好,欢迎来到魔力玩具学校 那么我们今天来开箱试玩一下这个魔幻车神基站套装吧 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我们看一下 有飞翼天马,还有威甲车神 以及我们的红色的猎幻装甲 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套装我们来打开看一看啊 我们先把这边的胶带给剪开啊 然后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打开了 这边还有胶带啊 哇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飞翼天马 这个每个魔幻车神它配了三张神痘卡 打开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哇 现在我已经打开了啊 嗯,这三张神痘卡我也把它拿下来 这有幻影幽灵的,还有刺灵狂风的,还有冷月血魔的三张神痘卡 反正魔幻车神就唯一的一点不好就是每一个车神不能配上相应的属性卡 嗯 嗯,这是一位假车神 嗯 这是飞翼天马 我们把飞翼天马的三张属性卡也拿下来看看啊 嗯 嗯 这里面的三张也有一个幻影幽灵,还有冷月血魔,还有一个暗夜僵尸 也没有飞翼天马的属性卡 也没有飞翼天马的属性卡 那么这个就是裂幻装甲 但是这个套装里面的裂幻装甲 它没有贴纸吗 对吧,我们单独买裂幻装甲的时候 它两边是有贴纸的 贴上了以后会很漂亮 这个好像 我来检查一下啊 嗯 那这个真的没有贴纸 那我们只能算了 那现在我已经拿出来整理好了 这个裂幻装甲呢 小朋友们可以把这个橘黄色的部分套在裂幻装甲上以后 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随身携带了啊 把它别到我们腰胎部分的地方就可以了 嗯 那么这个V甲车神还有飞翼天马的颜色呢 都是我们动画片里出来的颜色 嗯,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猎阵神斗卡啊 来看一看吧 我们来利用上我们的这个 裂幻装甲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主人公V甲车神吧 刚才我们看了我们得到的六张 就是技能卡对不对 都没有 嗯,没有V甲车神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啊 那我们就用幻影幽灵的吧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先把飞翼天马放到旁边 那我们猎阵神斗卡 我们V甲车神出动 哦,成功喽 哦 这个就是V甲车神变身以后的样子 那么因为这是新的 我们还不知道它的属性 会不会是蓝色的 我们大家看一看 哦,太好了太好了 这个是蓝色的是蓝玉界的 那么是小小帅是它的主人对吧 那么很完美的一个魔幻车神哦 嗯 那我们先把它放到旁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飞翼天马 那么 烈阵神斗卡 飞翼天马 哦,来了 飞翼天马 这个也成功了啊 我个人呢 真的比较喜欢飞翼天马 因为它是女孩子 是不是在动画片里面 因为飞翼天马 汉角黄牛和勇武猛马 还打起来的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啊 那我们看看飞翼天马的属性 我们拿下来 红色 新红月 啊,可是飞翼天马的主人是伊莎 对不对 它应该是属于蓝玉界的吧 那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了 它 这点也非常不好 是不是 因为我们买到以后 不能确定就会是相应的属性啊 那也没有关系啊 这个是飞翼天马 那我们现在啊 我们把飞翼天马 还有威甲车绳 我们来组装上啊 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 把这个头部放进去 接下来是我们两边 翅膀的部分 最后我们盖住 我好像失败了啊 因为你看 两边有缝隙 我们打开以后 重新再来一次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魔力玩具学校 在1月24号上传的一个 飞翼天马的视频中 有我们咖啡色的飞翼天马 也十分的漂亮啊 这个可能就是这样啊 嗯 这个我们买的时候 你看这个两边有一点松动啊 那可能就是这样了 那么威甲车神呢 我们在1月23号的视频中 也有具体的介绍过 威甲车神啊 那么是不是这样 我们合上 然后最后盖子 住这个盖子就可以了 嗯 都比较漂亮啊 嗯 那我们再次 猎阵神痘卡啊 我们不用 这次呢 我们不用猎换装甲 猎阵神痘卡 威甲车神飞翼天马 出动 哎呦 哈哈哈 飞翼天马的变身 失败了呢 嗯 那我们最后一看一下 他们的样子吧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个开箱试完的视频 那我们就到这吧 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